欢迎来到王一博粉丝渠道 天天向上却一直秉承寓教于乐的宗旨 成了一股清流 培育了王一博 综艺无养分 天天向上却成清流 寓教于乐 培育了王一博 为何这么夸赞呢 秉承着宣传中国传统文化的宗旨 天天向上自始至终都坚守本分 有内涵有营养 让非常多的人学习的同时 还能收获欢声笑语 纵贯当下 娱乐综艺铺天盖地 能够坚持多年的少之又少 有内涵有养分的节目 更是屈指可数 当下最能够让大众熟悉的综艺 有养分的节目中 让人记忆犹新的 具有寓教于乐的 无外乎开奖了 诗词大会 最强大脑 百家讲坛等 再就是让我们受益匪浅的天天向上了 相比而言 无论是中国的传统节目 各种的重大节目 有意义的重大事件 还是当下热门有内涵的人根事 我们在天天向上的舞台上 都可以看到 这是非常尤为可贵的地方 也称为了当下为数不多的一股清流 这档节目的受众群体中 影响力最大的应该是中年人 从08年开播至今 陪伴成长的8090后 是节目最重要的忠实观众 我们是听着汪涵 有内涵有文化底蕴的主持成长起来的 多少人对此赞不绝口 虽然天天兄弟经历了一波又一波人员的变迁 当时满满的兄弟情谊 却是被人津津乐道 做事先做人 汪涵作为这档节目的老大哥 见证了天天向上的成长 秉承着宣传文化的宗旨 一直有着自己的坚守与信念 同时 随着新鲜血液的融入 天天向上中 我们见证了王一博的成长历程 如今成为了炙手可热的顶流大事 带入了更多新鲜人气 这对于年轻一辈人而言 是足够收益的 王一博的个人形象 国民度跟路人员有口皆碑 天天向上功不可没 可谓是彼此成就 共同成长的 天天向上的文化熏陶 塑造了如今王一博的三观形成 对于他而言 是打开了对于外界的沟通桥梁 见过优秀 领略风光 感受体验中国的传统文化 拓展了他的视野 见证了中国飞速发展的当下 天天向上中 有中国国粹精华的展现与体验 中国河南传统文化出彩的表演 抗议前线人员的专题 中国航天研发人员的辛苦 中国三星堆主题 更有各种节目主题设定 这档节目让我们大开眼界的同时 也伴随着无数的欢声笑语 这才是一档有内涵有意义的综艺节目 一档节目到底成功与否 这么多年来 他陪伴了多少人成长是非常重要的 王一博无疑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从轻松稚嫩的少年 到如今的大红 走上更大舞台 成为了Z世代的佼佼者 多少人的榜样引领者 天天向上对其的培育有着功不可没的作用 天天向上见证了文化的力量 同时也遇教育乐于大众 才是我们更应该珍惜的 这种节目才会经得起考验 自始至终都会有观众基础的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该频道以支持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